当别人忽略你的时候 你不要伤心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伴着你 学佛人要用圆融的心去帮助别人 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 所以最容易变得不过感情 最凉的不过人心 所以要用菩萨的慈悲去让别人感到温暖 理解缘分 你才能懂得因果报应 很多人经常问台长 台长他为什么离开我 他为什么遗弃了我 他为什么这样对我 台长告诉你们 要走的人留不住 装睡的人叫不行 不喜欢你的人 你怎么做也无法感动他的 这就叫缘分啊 每一个人都在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 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 所以要放下心态 对他们也不会 Froを deduct"; 就行 词 词